今年香港的冬日异常寒冷,人们刚刚送走这十年中最冷的历春,又听闻一则令人悲痛的消息,著名国学大师饶宗怡先生6日凌晨在香港语世长辞,享年101岁。 6日中午,记者赶到位于跑马的云地立道的饶宗怡寓所楼下,安静的街道上不时有车辆进出,其中不少是文讯赶来吊艳饶工的人士。 记者恰巧碰到香港大学饶宗怡学术馆馆长李超芬下楼送别到访的客人。 饶工今日凌晨在睡梦中安详离世,无疾而终。 这对于百岁老人来说,是一种福气。 李超芬感慨地说。 据他透露,饶工的家人和朋友们正在商量安排后事,暂定2月28日举行悼念活动。 李超芬说,饶工最近身体蛮好,只是在10天前有些肠胃不适,不过经过调理已经好了。 就在1月25日,饶工还来到山光道马会,出席饶学联会活动,与20多家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人员欢聚一堂,共化传统文化。 追思。 钱中书先生称他为旷世奇才,纪献林先生说他是我纪献林心目中的大师。 与钱中书并称难饶北前,与季献林并称难饶北继。 2018年2月6日凌晨,被誉为夜经六学,才被久能,以真化敬的国学大师饶宗怡辞世,享年101岁。 2010年5月,李学勤先生曾经在光明日报读书版撰文谈读《饶宗怡》20世纪学术文集的感受,十四卷巨著,上起远古传说,甲骨学,简博学,经学,宗教,史学,中外关系,敦煌学,朝学,目录学,以及储词,文学,艺术等等,几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方面,无不融会贯通。 这样的学术,从学科分类来说应当称为什么呢?我认为最恰当的词就是国学。 李学勤先生特别提出,有些学者质疑,像今天这样学术信息爆炸的条件下,还能够有国学要求的博经兼备的大家吗? 请大家体认一下饶宗怡先生怎样于辽阔无银的学海之中的大自在,便不难明白。 无独有偶,许家路先生也说,中华文化什么样子? 就饶宗怡这样,饶宗是中华传统文化呈现于二十世纪的最好典型。 我可以说,五十年之内,不会再出第二个饶宗怡。 面对国学何以可能的种种疑问,饶宗怡先生以一己知身定分指争。 智学 一代宗师的形成其来有字。 除雀佳家学根基深厚之外,饶宗怡后天的智学之勤也令人叹服。 他总是沉浸在学问里。 曾经做过饶宗怡先生十七年学术助手,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沈建华老师对此深有感触。 那些年,每次我回北京探亲,饶宗总是让我留意北京学术界的新动向。 返港后第一次登门看他时,他总要习惯性地带上一个小本子,让我一面讲,他一面记。 沈建华至今还记得1993年的春节大年初一,饶宗怡先生一大早打电话给他说,请你到图书馆去帮我找一个地名,我说饶宫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告诉他今天是大年初一,图书馆是关闭的。 他说,糟了,我一写东西就忘记了。 中山大学饶宗怡研究院执行院长陈维武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饶学的研究, 他在许多场合都同年轻学者分享过自己对研究饶宗怡先生治学之道的感受。 陈维武对记者说,饶先生很早的时候就有志想要做学问最好的人。 青年的饶先生眼界很高,做学问都找王国为、陈寅客、钱穆来相互比较考证, 不盲目重信前辈学者的论断, 所以在饭学与汉语音韵学相关的许多重要课题上绝发心意,多索建树。 如饶先生著处辞地理考试,与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观点不一致。 对于陈寅客认为汉语四生的产生源于饭学的影响, 饶先生的观点也不一样, 他从理论和历史事实上,对此说作出全面具体的剖析, 指出陈寅客的观点并不可靠。 陈维武感叹,饶先生的经历告诉我们, 写文章,做学术,应该找大学问家, 向大人物提出不同见解,才有价值。 住术 饶宗宜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国学大师。 他的一生住术多少,很难估算。 仅已经出版的饶宗宜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就超过一千二百万字, 专注八十余种,论文一千多篇。 而这还并非学术文章的全部, 也未包括数量庞大的诗文书画。 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于国林向记者讲述了一段古史变第八册的故事。 1940年,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编撰的《泽善半月刊》上, 刊发了一篇《古史变第八册》, 《古的变》,《拟木的稿件》,署名为饶宗宜编。 自1926年起,古史变先后出版了七册, 以顾鞋刚为代表的古史变派从此登上了中国学术舞台。 十年仅24岁的饶宗宜即为顾鞋刚所器重, 受命担当起编辑古史变第八册的重任。 然而,《古史变》第八册只发表了这份包含五十多篇文章的目录, 并没有出版。 顾先生把我带进古史研究的领域, 还让我参加古史变的编辑工作, 结果我却交了白卷。 半个多世纪后, 饶宗宜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这件往事时说, 由于他的学术观点发生了变化, 遂使古史变仅留下七册, 而没有第八册, 这是我的罪过。 多年来, 于国林和同事们一直积极推动古史变第八册的重新编撰, 终于获得了饶宗宜的应允。 在饶宗宜的指导下, 香港大学饶宗宜学术馆的郑伟明、 胡孝忠等学者把当年目录中所选定的文章基本搜罗齐全, 受限于战争年代的出版条件。 这些发表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章, 错额不少, 而且有一些印刷模糊不清之处, 给编辑出版带来极大困难。 2016年是古史变出版90周年, 我们原本计划将古史变前七册连同新编的第八册同时出版, 但这个愿望没能达成, 2017年是饶宫百岁生日, 古史变第八册仍然没能出版, 如今,饶宫刻然尝试, 这部书还在进行编较,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汉事。 于国林说, 除了古史变第八册, 饶宗宜还将汇集了他毕生全部著述的饶宗宜著作全集交与中华书局出版, 规模将达到二十五册。 与此同时, 选堂教授香港大学授课笔记七种也正在编辑过程中, 这套1960年至1962年间的香港大学学生笔记, 涉及文学批评、 处词、诗经、文选学、目录学、词学、文字学七门课程。 文艺 饶宗宜是位很难复制的天才式人物, 其难以复制, 在于他是少有的学术和文艺都登峰造极的大师。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李军明曾经面临过饶宫 怎么能把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很好地结合起来, 两者不发生冲突的现场提问, 李军明认为饶宫是少有的两者兼备的人才,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饶宫能够成为百科全书式的闲人。 他的事业比较广, 知识面很广了以后, 看问题针对性很强, 角色的转化能够做得很好。 比如说他做学术的时候, 就能够以学术思维做研究, 逻辑比较严谨。 他搞艺术的时候, 就换一种方式, 能够新潮澎湃。 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肃认为, 因为他精于中国的书画史, 精于中国的艺术史, 他在艺术史方面, 在书画史方面写过很多非常有远见, 有质量的学术论文, 他和现在纯粹搞艺术创作的书画家, 整体路子就不一样。 他在书画方面基本上几十年没有间断过, 特别是近几年, 创作得更加勤奋, 而且他的画风在近两年也有很大的变化, 他仍在探索, 仍在创造。 在这一点上, 饶宗怡和启公先生较为相似。 1904年创立的西陵印社, 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人社团, 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谕。 吴昌硕, 马恒, 张宗祥, 沙孟海, 赵浦初和启公等六位大师先后任社长。 2005年启公去世之后, 西陵印社社长长期空缺。 2012年, 95岁高龄的饶宗怡接过聘书, 正式成为初缺六年之久的西陵印社社长。 饶先生的辞世, 将给西陵印社带来无尽的损失。 导师, 作为一位温厚导师, 饶宗怡讲业后进释出了名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中生代的一批学者, 包括荣新疆, 赵和平, 郝春文, 还有一些年龄大一些的, 像江伯秦, 陈国灿, 像楚, 包括李军明, 王素, 刘昭等, 都已经年轻有为, 饶宗怡先生就请他们到香港来, 进行三个月, 六个月的访问, 在这个时间内指点他们。 现在这批人都是国内研究敦煌学, 研究古文字的中流砥柱。 金庸先生所言, 有了他, 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其奥秘也正在于此。 饶宗怡先生是香港的文化名人, 学术和社会影响力都很大, 香港的大雨山新京简林等许多景点都有他的墨宝, 香港的许多著名刊物也多请饶先生提签, 饶宗怡学术馆, 饶宗怡文化馆, 饶宗怡国学院等都是以饶宗怡先生命名的学术机构。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师孟飞说, 孟飞曾在香港进会大学饶宗怡国学院工作数年, 饶宗怡对香港国学教育的关心让他印象深刻, 饶宗怡国学院是香港第一所而且是目前唯一的一所国学院, 其直接启动资金为饶先生捐赠书画筹措的4600万元港币。 国学院的重大活动, 饶先生即使因为身体状况不能亲自出席, 也一定会请家人代表他出席以示重视。 即使在卧笔作书已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饶先生还为国学院策划出版的汉学丛书和国学丛书亲笔提签, 令我们十分感动。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杜泽逊, 曾带领山东大学泥山学堂国学班的同学对选堂教授香港大学授课笔记七种进行整理, 对饶宗怡学问的渊博, 以及人格的魅力十分叹服, 无论是学问学养还是人格魅力, 在内地的大学中文系, 这样的老师还没有听说过。 在杜泽逊的办公室, 悬挂着饶宗怡撰写的《心无挂碍四字条符》。 他感慨, 如今此处成了瞻仰评调之所了。 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全欧洲汉学界的导师, 饶宗怡先生千古。 香港各界人士对饶宗怡逝世深表哀悼。 著名国学大师饶宗怡六日凌晨于香港逝世, 按农历计算享年101岁。 香港各界人士对他的逝世纷纷表示哀悼, 对其一生在学术及艺术领域的造诣和取得的成就表示敬佩。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饶宗怡此事表示深切哀悼。 她说, 自己有幸与饶宗怡认识多年, 并在担任发展局局长期间直接参与了特区政府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饶宗怡文化馆的设立。 我和饶宗及他的家人感情深厚, 多年来得到他老人家的亲自教会, 令我获益良多。 我仅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林郑月娥说, 林郑月娥赞誉饶宗怡为香港和世界在学术和艺术界的瑰宝。 她说, 饶宗怡博古通金, 学艺双鞋, 超过80年的学术和艺术成就非凡, 对传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良多, 她的智学精神更加值得崇敬。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民 向饶宗怡亲属致送宴殿表示深切哀悼并登门慰问。 王志民在宴殿中说, 请熙饶宗怡先生刻然先世, 深表哀痛。 饶宗怡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国学泰斗, 博古通金, 学贯中西, 夜经六学, 才倍久能。 王志民说, 先生智学于八十载, 足迹踏五周, 视之始为生命, 滋滋追求, 求正求其, 求是求真, 学养深厚, 备受海内外同侪和后辈尊崇, 先生对国家, 民族情感深厚, 毕生智力国学研究和推广, 为推动香港和内地的文化交流合作, 促进一国两制事业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传承国学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的学术造诣, 艺术成就和国家情怀受到广泛称赞, 他是香港的自豪, 也是国家的骄傲, 饶老的精神长存。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 对饶宗怡离世深感难过, 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国学泰斗饶宗怡博古通今, 在历史、文学、语言文字、宗教、哲学、 艺术、中外文化关系方面钻研极深。 多年来著作不绝, 以大智慧启迪世人。 他的世事是香港人已治全球华人的悲痛。 沈建华、宗文史于意图, 变道一飞两旗。 去年11月18日, 年逾100岁高龄的饶宫在北京中国美术馆 举办了连连吉庆荷花书画展。 饶宫冒着严寒亲临会场, 我望着他, 一个瘦弱矮小的身影, 被人群簇拥着, 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 不知怎么心里一阵难过, 隐隐感到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饶宫。 今晨, 2月6日, 我从微信中惊惜饶宫谢氏, 一种难以抑制的悲痛久久不能平静, 回想自1982年与饶宫相识以来, 30年往事历历在目。 1991年10月我从日本东京应饶宫邀请再次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继续完成与饶宫编写的甲骨文通简分册的工作。 对我来说在香港中文大学相随在饶宫身边, 这段日子恐怕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 如果没有编撰甲骨文通简的机会, 可能我会是另外一种命运, 其实我并没有任何学历, 没有人相信我在日本东京大学三年, 中文大学17年, 现在又到了清华, 也可以说是一个高效奇迹。 我要感谢饶宫对我的长期厚爱和信任, 同时我也要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陈方正和清华大学的李学勤先生。 除了父母之外, 这三位对我生命构成特殊意义的人, 自始至终给予我那份宽容和信任, 为我提供了伸展学术的机遇。 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这个机遇展示自己, 可以说在这个领域里没有比我更幸运的。 自到中大后, 我有幸近距离追随饶宫, 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学者, 诗人, 艺术家, 在我眼里有着与普通人不一样的智慧和学问, 也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 最难得的是他对任何事物仍保持一颗好奇的童心, 正因为每天持有这颗童心让他每天比更不错写作。 2003年由台湾新闻风出版的《饶宗怡20世纪学术文集20卷》, 至今我们无法准确统计他的文章究竟有多少。 文集给人扑面而来的就是饶宫的博学, 从远古神话、甲骨学、敦煌学、 处词、古代地理、文学、诗词、艺术, 几乎包罗了中国经典文化融会贯通, 让你震撼, 很难相信, 如此深奥的中国传统文化学问竟然急于一个人身上。 由于饶先生长期生活在香港,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与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频繁的交流, 这一特殊的条件是我们国内学者很难具备的。 饶先生不但了解西方的文化, 而且也掌握了多种语言, 在他的文集中足以显示他的学术视野宽阔和深度, 在此背景下, 加上长期以来有着深厚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 饶先生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可以说达到驾轻就熟的境界, 其精深的博学功底, 是现在很多学者难以达到的高度。 近二十年来随着地下文物不断发现, 一改我们以往对古史的认识, 不得不正视历史的真实原貌, 重新评估先秦学术史, 重建古史文艺复兴, 所谓文艺复兴就是我们的传世经典。 1999年饶先生在九州发表了他著名的《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一文中提出重建古史采取的途径有三冒号一尽量运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记录, 作为我所说的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 二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 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 做深入的探究。 三在可能范围下, 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事物进行比较研究, 经过互相比刊之后, 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 2002年在谈《三重证据法》, 实干与立主中, 饶先生在原三重证据基础上又增加了两项间接证据, 民族学, 一帮古史资料成为古史五重证, 比原来三重证显得更加完善和科学。 饶先生之所以强调古史五重证据的方法, 目的是从出土文献中系统的整理寻意有规律的历史条理。 站在文字背后揭示历史演进的过程, 还其真实原貌, 几乎体现了近年来饶先生文章的一大特色。 早在2001年, 饶先生最早提出重建经典。 在北大百年纪念论坛演讲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中他说, 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 只做史料来看待, 不免可惜。 现在许多出土的简薄记录, 把经典在秦汉以前的本来面目, 活现在我们的眼前, 过去自诵弃轻的学人千方百计去求所梦想不到的东西, 现在正如苏世诗句, 大千在掌握之中, 我们应该珍惜, 再做一番整理功夫, 重新制定我们新时代的经典, 什么是经? 应该考虑不限十三经。 问题相当复杂, 我所预期的文艺复兴, 不是一二个人的事, 而是整个民族的事, 新材料引发古旧的问题, 这是时代的赐语。 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 我的呼吁, 可能不是我个人的想象, 而是世界和学家共同的期望。 中国文化向来是文史者不分家, 翻开老一辈学者的著作, 看到像王国伟, 陈寅客, 胡适等这些大家的著作, 都让人感受到一种融会贯通。 他们在每一个领域中都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他们成长的环境与我们完全不同, 几乎每个学者的国学基础都非常扎实, 然后再来选择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在他们的文章里都可以展现出来。 饶宫也是这样, 他最初的童子宫就是熟读中国的经典, 这里就包含了文史哲最经典的作品, 有了这份文化垫底, 他将来选择哪一个门类都可以胜任。 我曾问饶宫, 如果人生可以有第二次选择的话, 您会选择什么呢? 我还会选择文学, 当我一出世, 就觉得自己身上带着文学母体的深深烙印, 我今天的一切, 都源自于文学的根基, 它给我生命的营养, 灵感, 智慧。 饶先生历史半生, 成书六十几种, 论文近六百多篇, 辩设历史, 考古, 古典文学, 古文字, 佛教, 艺术, 在这广阔的文化领域, 实在很难将他真正归属于每家, 他自己诙谐地说过, 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 21世纪, 随着国际潮流的影响, 当下学术越来越像画地为牢, 专业分得越来越细, 学术视野走得也越来越狭窄, 现在的学者很难像饶先生那样文史哲, 诗词, 书法, 绘画都达到如此全面贯通。 这里给我们提出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文化教育和环境条件比较以前, 有哪些差别呢? 饶工的离去, 留给我们对中国文化更多的深思。 沈建华, 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研究员, 曾任饶宗仪学术助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